比如我剛剛這樣 這樣就OK 可是如果說今天呢 我又增加了幾筆資料 假設這邊的話 底下OK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還是跑到這裡為止 它不會往下 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其實 因為錄製聚集優點是 它會自動幫你錄程式 可是缺點是什麼 它不能夠自己去 除非說 你直接把這邊實 改成實實 可是問題你有改不完 因為如果下一次你又變動 資料增加或減少 那你不就是 一直在改成是嗎 OK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 它可以自動 自動去追蹤的話 那你可以用 剛剛講過那個原理 1 又要放在A2的地方 Ctrl向下 它會自動停在哪裡 欸 14列的位置 那等於就是把 14這個數字告訴我 那方法就是 剛剛那個方法 所以幾個關鍵 1 Range A2 .And 最下面 Ctrl向下就是最下面 Ctrl向下 然後呢 反環一個Role的那個值給我 那個Role其實就是一個屬性 把那個14這個數字 丟回來給我 那我要放哪裡呢 放在原來放10的那個地方 所以喔 你要寫程式的話 第一個 要把它寫在哪裡呢 寫在那個10的位置 那可是可以注意喔 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細節 1 把10這個地方 delete這掉 可是你delete這掉的話 它要放一個東西的話 那請注意按空白檢 它有個N符號 你不能直接 把那個資料 直接就丟在這裡 記得因為 我們抓回來那個值 是一個數字 那你的數字 你不能直接丟在那個雙引號 因為雙引號裡面是一個 子串嘛 你不能直接放 所以你必須透過一個串接符號 然後後面就串什麼呢 打那個range 所以你就是 這個 這意義是慢慢要熟悉啦 range 那有的時候的話呢 那個range 什麼呢 A2 所以你就打個雙引號 A2 然後後刮弧 點end end 然後 也許點兩下 前刮弧 向下 然後這邊也點兩下 後刮弧 點弱 這樣就OK了 或者你直接 打一個r 它應該會跳出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主要 兩者差別是怎麼樣 你會發現 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10 只是改成這樣子 先把10delete掉 後面串一個end 這個東西 那它將來就會出現10之後 在end end的意思是後面 不是一個自傳 它就自動碰end 幫你把它加一個這樣子 然後跟它串在一起 所以裡面就串一個 假設是10的話 如果是14的話 它串進去變B14 就會變動 那以下的東西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10 先delete掉 然後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把它c-c 移到這個的後面 貼上 好 其實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將來會 錄製聚集 但是不會改 這個東西的話 那等於就只能做一半而已 OK 但是如果你會改的話 以後的話 你很多地方都可以 動態的去調整 好 這樣的話呢 建成說 你程式即使不會寫 沒關係 先錄 然後剩下來用改的 其實可以改出很多東西 所以像我們很多的應用 很多不會寫沒有 先錄 再來改 所以你要具備的能力 第一個 會錄製聚集 第二個 會修改聚集 那修改聚集的基礎就是寫VBA 如果你以後更厲害的話 從頭自己用VBA寫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這個當然 因為我講過啦 方法很多 你要自己挑選一個比較適合的方法 目前可能你們還功力不夠 所以你可以先把數字聚集 當成是一個階段性的學習 至少 你不會沒關係 會錄嗎 誰會知道說 你怎麼變出那個按鈕的 反正按下去會動就好了 誰還管你說 你這個按鈕怎麼變出來 對不對 先走友 然後我們做完之後 再來試一下 你就按一下它 剛剛本來會跑到這邊停下來 現在呢 底下 裡面應該有 到此為止 是不是還哪裡沒改到 喔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沒有 這裡也有 有沒有 所以上面 這個地方 也要把它改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差一個 所以怎麼改呢 一跌著第二個 二的話呢 就是把這邊 然後拉到這邊 留一個後刮斧 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 齁 OK 其實齁 這個看起來沒什麼 可是真的很容易眼睛花掉就錯了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有些初學者看這個很容易 看到真的眼睛花掉 然後腦筋開始空轉這樣子 然後有點 然後開始 眼神開始混散 其實我看得出來有幾個同學 已經快要飽和了 所以有時候講程式 講到這裡的時候 那時候掙扎到底要不要繼續多講一點 因為多講 你們可能已經塞不下去了 因為已經滿出來了 OK 所以 但沒有辦法 這東西其實不斷不斷的累 練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功力不斷不斷向上提升 你跟別人的差距就慢慢突顯出來 所以你會慢慢覺得說 奇怪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們怎麼都不會 你就會開始覺得 哇其實 這感覺還蠻好的 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我一直不斷在專研這部分 其實就是因為 以前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感覺非常有成就感 做出一個東西 哇好快喔 那為什麼別人都還要慢慢在那邊弄 所以其實 這個感覺其實也許就是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之後清除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大概沒有改太多東西 所以請會試一下 我們其實是延伸什麼 延伸剛剛講的 向下追蹤 把那個時再串在這個後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我等一下呢 也會把這個畫面 我想就把照相 放在雲端上 所以 這個叫雲端白打 也就是隨時可以動態更新一些東西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課程 當然有固定規劃的東西 但有一些可能新加入的東西 那我也會把這個畫面 給我們 給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